很清楚我是针对书不是针对你嘛 对不对 针对那些资料 我没有出手攻击你 我也没有 这真的是立岳秘书长周万来的真心话吗 郭国文自17号 抢了周万来首周文件之后 六天后再同台 你有怕到吗 当时是有一个惊讶而已 我不知道 不然会有这个动作 倒霉了 不用嘛 有点刮的伤 郭国文没有道歉 只确定周万来身心灵都没事 不过绿营立委想问周万来的是 举手表决 请要我们未来的法案表决 要确定用具名的方式 确保我们事件的申请 可以合乎要件 秘书长 你如果未来不能坚持这两点 我们会保证 把你从主席上赶下来 身兼招委的中嘉宾话 说得很重 接放质询的罗志强赶紧送乱 你有没有被吓到 我不在乎这个位置 来讲讲因素是什么 当天是不是发生民进党立委 拔掉国民党的这个计票卡 但举手表决到底行不行 其实按照法规没有明确规范 而这五项表决方式 院会最常见的就是表决器表决 至于投票或是点名表决 如果两方都没有过半数时 该案就不通过 举手表决都是在这个委员会里面进行 因为它主要是一个重大的议案 它涉及到宪政的体制 它涉及到人民的一个权利 如果说可以用表决器来表决的话 那当然可以清楚地呈现 说所有的一个委员的一个态度 未来如果要申请示线的时候 大法官有解释过 只有在行使立法委员之前 投票表示反对的委员 才有资格一起来参与申请示线 民进党对投票方式有争议 但要不要修法目前还没有规划 TVBS的许家热新闻 小周权杨佩玉台北参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